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军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结果惹得美国媒体突发跟踪报道 担心中美战争一触即发 国防部也正式提出了外交抗议 觉得共军这个玩笑开得很不专业 而喜欢发推的后任总统川普 当然也不会闲着 发推对中共这一史无前例的行径 表示很过分 原来是中共海军在南海 竟然当面偷走了美军的水下无人机 据报道 美国海军海洋调查船 15日在中国南海苏比克湾附近 进行巡逻任务的时候 放出了两艘最新研制的水下无人潜艇 就在任务完成即将收回无人潜艇的时候 在附近一支尾随的中共海军 突然放出一艘小艇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一艘水下无人潜艇掠走 海洋调查船立即呼叫中国军舰 停止偷窃行为 但是无人应答 过了很久之后 偷走无人潜艇的中国军舰 突然回应 问美方 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我们正在附近巡逻 一脸无辜相 这个看似幼稚可笑的偷菜游戏 引发了两国的又一轮口水战 美方抗议中共的偷盗行为不可理喻 中共则回应美方是小题大做 我堂堂山寨大国偷走个无人潜艇 还算个事吗 再说也没说不还你 就是为了给你找点麻烦 算是对川菜通话的一次报复 最下作的倒是最近常常代替外交部 发生的叼盘时报 他鼓动中国渔民 以后在南海上 见到外国船只部下的声纳和潜航器 宁可错捞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活生生一副 我是流氓 我怕谁的嘴脸 与时常犯魂的魂球时报有所不同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文明一些 面对美国的挑战 他不是像魂球一样叫人去偷别人的东西 而是让对方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前针对川普质疑美国 为什么一定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 王毅就表示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怎么砸得准 砸得艺术还是颇有讲究的 对砸自己的脚 客长你砸脚了 砸上了没有 要不要叫救护车 不是 不是我砸脚了 是王毅砸脚了 外交部长砸脚了 不是王毅砸脚 是王毅说 这美国呢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哎 这美国的石头真多 哎呀 这美国人太闲着没事干了 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哎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您别误会啊 我是说咱们官员和媒体的词汇太贫乏了 就会说那几句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吗 我总没注意 可不是吗 一个月的砸好几回 你看啊 日方插手南海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蔡英文纵容台独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 欧盟拒绝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连日治华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个月不砸的机会 都不知道脚在哪 看来 这中国的石头 是用来摸的 这外国的石头 是用来砸的 我说创造流行语啊 还得咱们外交部 你看 这再过了几天啊 中国获胜最大赢家 就赢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是 卖国 挨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中货营 外砸脚 有意思 诶 科长 这报上还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吗 诶 有啊 你看 这条新闻说 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证实 以中国达成一笔武器协议 将派一名将军正式接收 这杜特尔特表示 北京通过给菲律宾政府的一项25年资助提供这些武器 等于是免费给的一样 免费给菲律宾武器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走 诶 怎么是敌人呢 菲律宾和咱们好着呢 诶 科长 越南曾经也跟咱们好着呢 可你看79年那阵 越南拿的就是中国援助的武器 让反击的顾军 不说这个了啊 不说这个 你们看这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研究决定 自2017年1月1日起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可再版 复印 传抄和宣传 毛泽东选集 刘少奇选集 朱德选集 和周恩兰选集 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 为者将依法处理 啊 这不就是说 毛泽东选集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都成为禁术了 为什么呢 这里面还能有反动言论 我估摸着啊 这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了揭露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子民主义这三座大山 因此呢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的理论和主张 比如说言论自由 开放党进 一人一票民选 建立联合政府 这个开启民主协商制度 等等 这个类似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建立新中共 然而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若是再号召人民争取言论自由 开放党进 一人一票选总统 那无疑是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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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